既不贴青年创业贷款出其利息之后 华林县政府在放宽贷款的申请办法 凡是18到45岁青年要申请100万元以下的创业贷款 或者是中小企业贷款都免提保证人免送计划书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赶快的来向青年发展中心来申请 为了减轻青年朋友创业出其负担 华林县政府去年度推出了补助青创出其贷款利息方案 累计申请的贷款额度高达2亿元 今年度县政府在放宽的贷款额度 只要是华林青创或者是中小企业贷款 百万元以下都免保人免送计划书 县长特别的重视青年人的创业的友善的环境 以及面对的问题政府部门能够如何来协助 就在去年的时候县长推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政府 因为疫情的关系贷款的利息的补贴 因为有了这个补贴 所以将这个贷款的额度冲上了史上花莲第一高将近2亿 所以在今年我们继续的让青年朋友们创业贷款能够继续的简化 所以县长特别推出了我们100万以下就免保人 也不用写所谓的经营的计划书 只要写一个申请书就可以了 让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在花莲创业能够简单 也能够更轻松 让大家创业能够成功 我们在18岁到45岁之间 都是属于我们青年人的服务的一个范围之内 然后各个行业别都可以 这项创业贷款配合银行是台湾银行和台湾汽云 花莲县青年发展中心表示 有创业贷款需求的民众可以到海岸路上 青创基地来洽询 会有专人协助青年朋友完成申请作业 介入会欢市报道